大家好 很多花友去花卉市场买长寿花回来 都是迫不及待的 要给他换一个漂亮的花盆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稍微有点把握不好 就会出现烂根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长寿花 就是买回来之后马上给他换了一个盆 结果底下出现烂根 这个主干已经开始发黑发烂 像这种情况的话已经是没救了 那么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这个长寿花买回来之后 一定要给他静养7到10天 我们买回来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给他浇水 放到一个环境之后 不要给他乱搬动 也不要给他喷太多的水 如果说土壤完全干透了 我们再给他浇一点点水就得了 不要加太多 最好是喷水很少量的水 不要给他这个土壤积水 因为长寿花本身 它这个土壤是比较薄水的 我们给他浇过多的水 积水就烂根 尤其是不能给他换盆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是非常关键的 那就是给他用杀菌药 因为长寿花改变一个生长环境之后 它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太生猛性 三天左右给他喷一次 作为杀菌 让他形成一个保护层 让他在新的环境 不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还有我们的养护环境 不要给他阳光极色 闪射光充足就可以了 不要给他晒太阳 等了十天之后 他适应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再给他换一个盆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换盆的话 尽量不要动到他原来的土球 直接配一些疏松透气的土芽 直接给他种上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他出现烂根的这种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